车股怎么看呢?卡卡想问是175 26.8有货 短线有没有机会回卖入价? 等了很久了 其实车股整体版块 其实看法上不是差的 但当然大家也知道 我比较倾向比亚迪 如果是香港来说的话 吉利不是说伤害 但始终要看转型的步伐 如果以传统转型步伐来说 它相比起长城叫慢一点 所以你见到股价也比较弱一点 说真的 如果这一刻要是否回卖入价 26元上 我觉得是难一点 因为始终现在还有一定的差距 22.5元 和26元都差3-4元的距离 而且在上面来说 其实今天要初步上升到10天线 但上面还有20-50元 刚刚卡在差不多24元边的位置 所以我想那些位置的阻力 其实都会挺大 未必这么容易冲穿 除非市场突然间施现了一个比较强的势头 但我觉得现在还未是这回事 所以如果真的弹也好 可能去挨近24元左右 到时你看看你手上的货重不重 或者你觉得压力大不大 如果你真的都比较大心理压力 可能去挨近24元边先减住 我觉得会好一点 宁愿你套回来 你选择其他好 或者不选择也好 或者拿着钱也好 其实会比较灵活一点的处置 但是短期要回20-60元 就比较难一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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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